某天我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平行世界 结果女友张嘴随便要长彩礼 还道得绑架自己做腹地魔 之后我意外绑定了神豪系统 开局无限金钱 花钱越多 奖励越多 开启了开挂人生 拥有无限金钱后 我肆意享受人生 不要我妈说之前的20万彩礼不够 要再加30万 阿傻 听着眼前女生的话 再看着四周的环境 陆渊脸上一片茫然 我刚才不是正在酒店与客户谈合作吗 怎么突然来到了这里 陆渊的茫然却被刘薇薇误认为不愿意 她皱着没说道 陆渊 我知道 我妈临时长彩礼有些不对 可换得思误一想 我妈毕竟生活养我20多年 要50万的彩礼多吗 不是 我有点没搞明白 陆渊正想问一句你是谁 脑海中便轰然多出了无数的记忆 这些记忆量如此之大 让她感觉头疼欲裂 捂着脑袋低下了头 陆渊 我妈说了 这50万的彩礼钱 是她能接受的底线 毕竟我们村其他女孩结婚 可没有低于这个价的 要不然我们家在村子里 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对于刘薇薇的话 陆渊没有任何反应 吸收完脑海中的记忆后 她耳边只有一个声音轰然乍响 也竟然穿越了 陆渊为一名网文资深爱好者 陆渊自然对于穿越不陌生 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 她也曾想过 要是自己也能穿越该多好 万万没想到 愿望竟然成真了 难道说 我也终于要和许多小说主角一样 从此走上一条 想到这里 陆渊脸上不禁露出了一抹笑意 刘薇薇见状 还以为陆渊同意了 母亲家彩礼的意见 当即笑道 太好了 陆渊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同意的 什么 陆渊回过神 仔细看向眼前的刘薇薇之后 关于对方的记忆立刻加载出来 刘薇薇性别女 年龄26 身高155 体重140 是前身去年经亲戚介绍 认识的相亲对象 两人相处一年 虽然前身对刘薇薇的相貌 身材不太满意 尤其对那个未来 丈母娘的脾气性格很是厌恶 可想到自己除了帅之外 一无所有 再加上如今结婚 几乎是一面倒的女方市场 她也就勉强忍了下来 不过 前身能容忍你们 我可不会灌着你们的臭毛病 回想着前身这一年来 和刘薇薇的相处记忆 陆渊感觉血压逐渐控制不住 刘薇薇家开了一个养鸡厂 每当饲料送来之后 前身便会被刘薇薇叫过去泄火 要知道 那可是整整两吨的饲料 前身通常都是从早晨一直泄到中午 泄完之后 腰酸背痛且不说 他们家竟然连中饭也不给刘 往往就是一句辛苦了完事 换句话说 前身对于他们而言 就是一个不要工资 不要饭钱的免费搬运工 除此之外 刘薇薇家如果有别的事 陆渊也是必须做到随教随道的 如果一旦去不了 或者去晚了 等待陆渊的往往 就会是岳母一顿家枪带棒的讥讽 如果说这些事情 前身因为体格壮力起大 不怕辛苦还能忍得了的话 另一件事陆渊就说什么也忍不了 今年六月 刘薇薇的弟弟考上了大学 而陆渊前身 竟然在刘薇薇的劝说下 给了他弟弟足足两万八的升血红包 而且还承诺未来四年 包括以后可能考研找工作所需的费用 前身都得承担 更奇葩的是 刘薇薇还曾几次透露 等到以后他弟弟结婚 陆渊还要帮着一起出彩礼钱 乃至于买房钱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别问 问就是姐弟秦深 我特么服了 这种麻宝女 伏地魔 前身脑子是进水了吗 竟然还留着不分手 陆渊再也忍不住对刘薇薇说道 咱俩分手吧 你说什么 我说咱俩分手吧 陆渊你开什么玩笑 在他记忆中 陆渊是一个微微懦懦 在他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人 现在竟然敢主动替分手 我没有开玩笑 现在我非常庆幸 而且也非常认真 陆渊面色平静地达到 看到陆渊这个样子 刘薇薇又气又怒 骂道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妈当时劝我 我根本连和你见面都不会 现在我妈多要点彩礼怎么了 你竟然还有脸提分手 那不是正好吗 那你就乖乖听你妈的话呗 正所谓娶妻娶嫌 别说刘薇薇本就不是什么美女 就算刘薇薇真的貌若天仙 她这种性格以及家庭 倒贴给陆渊也不会要 好 陆渊 今天是你提的分手 以后求我复合的时候 你可别后悔 后悔 我现在简直开心死了好吗 陆渊很快便将刘薇薇从脑海中抛开 开始思考自己现在的处境 首先 这是一个和地球无比相似的平行世界 只是因为历史进程不同的缘故 许多人和事也都发生了改变 其次 这个世界是一个普通都市世界 并没有什么鼓舞世家 超能力 修仙者的存在 最后 许多地球上熟悉的歌曲 诗歌 电影也都不存在 所以 综合以上条件 这是要我当文超公的节奏啊 看小说看得多了 陆渊对各种穿越流派很熟悉 很快便分析出了结果 但问题来了 陆渊努力回忆着记忆中的文娱作品 有点发慌 我好像对歌曲文娱什么的一窍不通啊 这要我怎么抄 就在陆渊有些傻眼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道电子提示音 请问宿主是否绑定神豪系统 果然吗 没有金手指算什么穿越者 系统 我要绑定 神豪系统正在绑定中 神豪系统绑定完成 看着眼前的人物属性列表 陆渊的注意力首先 便被那个金钱无限给吸引了过去 金钱无限 系统 这个金钱无限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字面意思 本系统可以为宿主提供 无限的金钱额度 不是百亿 千亿 万亿 不是赵亿 亿 而是 无限的金钱 那我岂不是要上福不思了 什么马云剑林布都直接被我踩脚下 不管是钱事还是金生 陆渊身上的金钱加起来 都从没有超过十万的时候 冷静 冷静 陆渊 你可是穿越者 穿越者就要有穿越者的样 消化了半天 陆渊这才勉强冷静下来 继续问道 那系统 这些金钱我要如何才能使用 宿主只要愿意 可以随时将金钱提取到自己名下 任意银行卡中 那我如果一下子提现一万亿道银行卡 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吗 宿主放心 本系统具有更改现实的能力 不管提取多大金额 在系统作用下都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乖乖 更改现实 那除了提供无限金钱之外 你还有什么功能 除提供金钱之外 本系统还具有两个功能 一 宿主每消费一百万元 可获赠一个自由属性点 同时负赠抽奖机会一次 二 当宿主完成特殊事件后 有一定概率激活神秘奖励 我懂 意思就是 花钱越多 奖励越多 以及随时会有惊喜的意思呗 陆渊很快对这两个功能做出了自己的理解 弄明白这些之后 陆渊心念一动 将眼前的对话框关闭 而后对系统发出第一个指令 系统 提取一百万到我银行卡上 由你所愿 陆渊念头还未赚完 便听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 这么快 陆渊拿出手机 果然便看到银行到账短信 哈哈 爽 看到那一长串的银行余额 陆渊的心跳简直比打装机还快 虽然一百万对于许多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大钱 但陆渊两世为人 还从没有拥有过如此多的财富 先花一百万弄个属性点试试 手里有了钱 自然就要花出去 反正是无限的 不过 这钱要花在哪 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只是一个小县城 可没有什么能支撑的起大额消费的场所 就在这时 他目光一动 看向旁边的垃圾桶 更主确地说 是垃圾桶上面的广告 新开楼盘 重磅降临 对呀 买房啊 速限别的不贵 但房价可是合适最贵的 说起来也奇怪 速限不管是面积 经济还是其他 再合适都只是中油 但房价也不知怎么回事 就偏偏是最贵的 达到了美平静万 甚至合适五个区 也就只有中心市区的房价比速限高 不过 这个问题对于前身来说是个痛点 但对现在陆渊的而言 可就太好了 想着 陆渊立刻便打了一辆出租车 来到了县城房价最贵的小区 锦修大关 你好 请问买房是在这吗 啊 听到买房这两个字 寿楼员抬起头 打量陆渊急眼后硬倒 对 是在这 先生对咱们小区有过了解吗 虽然态度说不上多么热情 但也丝毫没有其他小说中那种看不起人的情况出现 这倒让陆渊有些失望 他还想玩一出读者喜闻乐见的打脸呢 我了解过一些 咱们小区面积最大的户型是哪种 既然没了装笔打脸的情节 陆渊便老老实实开始买房 啊 听出陆渊话语里的意思 寿楼员精神顿时一震 虽然陆渊看样子不像是能买得起房的客户 毕竟太年轻 而且衣服什么的也不是名牌 但谁知道这不是一个低调的富二代呢 想到这里 寿楼员脸上的笑容热切许多 先生 您跟我来 这边有咱们小区所有户型的沙盘 我给您介绍一下 说着 他引领陆渊来到一旁的户型沙盘处 先生您看 位于三号楼一单元的这种户型式面积最大 有236平 三面采光 而且地理位置也位于小区中央 可以俯瞰小区所有景色 那这套房子多少钱 现在咱们小区搞活动 如果您要的话 可以给您优惠 寿楼员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计算器啪啪啪按了一阵 不算利息 如果您全款买房的话 需要230万左右 230万 好 去签合同吧 签 签合同 怎么 你们还不打算买呢 看到寿楼员吃惊的神情 陆渊不禁笑了起来 花钱的感觉 爽 啊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您跟我来 寿楼员这时才终于回过神 意识到马上就有提成到手 他脸上的笑容好似花朵盛开 看陆渊的眼神就像在看财神叶一样 时间不久 陆渊便将文件签完 最后让系统再往自己银行卡中提现200万后 直接刷卡 陆渊便拥有了自己穿越后的第一套房 而从他进入寿楼部到现在 连十分钟时间都不到 这时 陆渊手机震动响起 与此同时 陆渊耳边也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您消费了200万元 系统正在发放奖励 您获得自由属性点两个 您获得一星抽奖机会两次 鉴于您第一次消费满100万元 系统额外奖励随机抽奖机会一次 就在陆渊打算好好查看一下系统奖励时 就听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爷 陆渊 你来这做什么啊 陆渊扭头看去 就发现说话的是一名身穿银行制服 曲线玲珑 相貌娇好的女生 李星田吗 看到眼前漂亮的女生之后 陆渊脑海中蹦出一个人名 她是刘薇薇的闺蜜之一 陆渊曾经见过她几次 好巧啊 你也来这买房 没 我可买不起锦绣大官的房 我是来这跑业务的 哎呀 你来这买房了 嗯 哎呀 你怎么没联系我啊 我就在建行上班 你要是跟我说 在建行办贷款的话 我能给你优惠呢 你优惠什么 这时 寿楼员笑着说道 人家陆渊先生可是全款买房 用不着你们银行 什么 全款买房 李星田吃了一惊 不禁上下打量起陆渊 作为刘薇薇的闺蜜 她自然知道陆渊家条件如何 陆渊也没理会李星田的疑惑 心里想着系统奖励的事 便说道 我还得跑趟房管局 把证办下来 就不跟你聊了 有空一起吃饭 看着陆渊离去的背影 李星田脸上满是疑惑 对寿楼员问道 姐 陆渊真全款买的锦绣大官的小区吗 我骗你干嘛 人家非但全款买的 咱们小区最贵的236平的房子 而且那叫一个痛快 从进寿楼部到买房 连十分钟都不到 花200万跟花200块是的 则 真不知道谁家的女孩子能嫁给她 十分钟不到就花200万买了房 文言 李星田心中再次一阵 对刘薇薇充满了羡慕 她可是知道陆渊只有一个人生活的 换句话说 陆渊有多少钱 那都得分刘薇薇一半 薇薇可真是好运 真羡慕挨挨不过 怎么陆渊买房没有叫刘薇薇一起啊 爱说以刘薇薇母亲的性格 肯定要她在房产证上 加薇薇的名字才对 算了 还是等下班后再问她吧 嘿嘿 她要是知道陆渊全款买了锦绣大关的小区 一定非常开心 陆渊在离开寿楼部后 立刻便打开系统界面 宿主 陆渊 年龄 24 背包 自由属性点乘以2 一星抽奖卡乘以2 随机抽奖卡乘以1 金钱 无限 体质59 力量61 精神73 智力55 属性点的话 加到智力上吧 陆渊看来深知自己的缺点 决定在自己的弱项进行移比 随着智力属性从55变成57 陆渊登时感觉自己的 真的清爽 略意回忆 竟然连穿越之前的记忆都响起好多 现在随随便便就能背出圆几百位的圆周率 两点智力属性就这么强悍 他还以为两点属性加不加没区别呢 眼见系统效果如此强大 陆渊对接下来的奖励更加热气了 随着他将注意力放到一星抽奖卡上 顿时 造型精致的卡片出现在他眼前 吸引到了陆渊的注意力 一星抽奖卡 宿主每消费100万元奖励一张 只可抽取最低级的奖励 每十张一星卡可以合成一张二星卡 我要使用一星抽奖卡 收到指令 抽奖系统启动 恭喜宿主 获得百达斐力超级复杂功能实际系列万表一枚 百达斐力万表 我靠 一星抽奖卡就这么狠 尽管陆渊对表从来不关心 但是也知道 百达斐力素来拥有表王的称号 可以说得上是表中贵族 当然 最让陆渊开心的是百达斐力贵啊 他打开手机 开始搜索价格 二百六十万 而且 有价无市 乖乖 这么一块手表的价格 竟然比我刚买的小区还贵 我还是低调点 放起来吧 随后 他将注意力放到了第二张一星抽奖卡上 不知道这一张卡又能抽到什么 系统 我要使用一星抽奖卡 随着一道和刚才一样的白光少的之后 眼前的一星抽奖卡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辆红色的四座BB版 劳斯莱斯库里南顶配 恭喜宿主 获得劳斯莱斯库里南一辆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表 最贵SUV库里南 这要停大街上 小姑娘们 不得排着队往我车上扑 不过看到大街上穿梭的人流 陆渊只得强行按下 将劳斯莱斯取出来的念头 将注意力放到了最后的随机抽奖卡上 随机抽奖卡 可以打破星级限制的抽奖卡 使用后将随机获得一星至五星的奖励 打破星级限制 也就是说 有可能获得五星奖励 可以获得一星抽奖机会 消费一千万则获得二星抽奖 以此类推 想要获得五星抽奖机会 陆渊需要消费 佛祖 菩萨 真君 上帝 各位大神保佑 这次随机抽奖一定要是高星奖励啊 系统 我要使用随机抽奖卡 随着陆渊指令发出 系统开始抽奖 洞察之眼 技能 三星奖励 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思维属性 以及对宿主的态度 哎呀 竟然只是一个三星奖励 不过这功能好牛逼啊 尤其在看到洞察之眼的描述之后 陆渊更是连连摇头 三星奖励都如此神奇了 可想而知四星乃至五星的奖励如何 胆慨一阵之后 陆渊这才说道 系统 我要使用洞察之眼 只见洞察之眼卡片时 是一片绚丽的光 陆渊只觉得双目一阵发扬 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带他回过神看向他的故事 立刻便惊奇发现 眼前的世界仿佛被谁起过 变得一场惊奇 后就好像 之前他看到世界是达马 而现在隔变成了四肩超矛情 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 而且 我轻微的近视眼好像也至于了 不错不错 别的不说 就说这洞察之眼 对视力的提升便很强大了 带着喜悦 陆渊将目光看向周围一名中年女子 陆渊眼前的空气一阵波动 随即 那名路人的信息便出现在陆渊眼中 姓名 未知 年龄 三十六 体质 四十八 力量 三十九 精神 四十七 智力 五十一 态度 中立 指数三 评价 这是一名稍微肥胖的中年女性 系统 那个中立 指数三是什么意思啊 根据外人对宿主的态度 态度可以分为 仇恨 敌视 冷淡 中立 友善 亲密 忠诚 死忠八种 除死忠之外 每一种关系又可以滑细分为十个指数点 当此等级指数达到十时 则会晋级下一等级 助 当外人对宿主态度达到死忠时 将永远忠于宿主 不再改变 看完系统的解释 陆渊恍然大悟 对了 系统 我只有通过肉眼直接看到本人 才能获得对方的属性吗 并非如此 只要宿主在脑海中想象目标对象 便会自动获得该人物的属性 那好 我要查看刘薇薇的属性 随着他念头下达 刘薇薇的属性列表立刻出现在他眼前 姓名 刘薇薇 年龄 26 体质 43 力量 40 精神 46 智力 50 态度 冷淡 指数6 评价 对宿主观感不佳 且目前处于愤怒状态 看着刘薇薇的属性 尤其对字的冷淡态度 陆渊不出意外的冷笑一声 思考片刻 陆渊再次说道 系统 我要查看徐素梅的属性 徐素梅 正是刘薇薇的母亲 很快 徐素梅的属性列表也出现 姓名徐素梅 年龄 50 体质 43 力量 49 精神 58 智力 42 态度 敌视 指数9 评价 对宿主观感极差 极有可能发生敌对行为 请保持距离 竟然是敌视 而且指数还是9 马上就变成仇恨 陆渊自认前身对刘薇薇一家 可谓是人质易尽 不说他给刘薇薇家干的那些活 就说他给刘薇薇弟弟 两万八的升血红包 哪怕自己和刘薇薇分手 徐素梅都不应该变成敌视才对 除非 他根本就觉得我给他们家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 所以在我提出分手之后 才会如此恼羞成怒 算了 不去想他们了 平白给自己添赌 反正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陆渊将刘薇薇抛住脑后 继续前往房管局办理房产证 就在陆渊办理房产证的时候 李星天拨通了刘薇薇的电话 喂 甜甜 怎么了 薇薇 你生病了吗 怎么说话这么没力气啊 没有 就是有些不开心 不开心 为什么啊 啊 算了 不提了 说起来生气 你打电话有事吗 正好 我这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让你开心开心 什么好消息啊 不会是你找到男朋友了吧 不是 是和你有关的 哎呀 甜甜 我现在没心情猜 你就快告诉我吧 好 我说出来你可别太激动啊 就在刚才 我去锦绣大关小区售楼部 看到陆渊全款买了一套房 而且还是236平的大户型 什么 文言 刘薇薇脑袋嗡了一声 什么都听不到了 陆渊竟然能在锦绣大关小区全款买房 开什么玩笑 李星田还以为刘薇薇因为太兴奋说不出话来 继续笑道 薇薇 你就开心去吧 陆渊那套房可是花两百多万买下来的 肯定是要用来做你们的婚房 婚房 那当然了 要不然他买房自己住啊 可 可是早晨陆渊才跟我说分手了 哎 文言 李星田也傻了分手之后单独去全款买房 这怎么看都不正常啊 会不会 呃 刘薇薇精神一震 如果 如果陆渊真是这样打算的话 那 那我就原谅他好了 难道说 我从此以后也要去县城住小区洋房了吗 想到这里 他脸上不禁露出了开心的笑意 陆渊 你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什么新花样 听到刘薇薇的自言自语 恰好路过的徐速没问到 妈 我跟你说 其实陆渊可能并不是真的想和我分手 而是要给我一个惊喜 想到自己以后也要住进县城了 刘薇薇喜滋滋的跟母亲说道 是 给你惊喜 徐速没一愣 问道 怎么回事 就是刚才 田田跟我打电话 他告诉我说陆渊上午全款在锦绣大关小区买了我们的婚房 陆渊全款在锦绣小区买婚房 闻言 徐速没也呆住了 锦绣大关小区可是宿县最贵的小区 能在里面买房的 都是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对 等等 你说 陆渊自己一个人去全款买的房 徐速没猛然想到什么 陆渊没说在房产账上加你的名字 没 没有吧 之前他光兴奋了 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可恶 这个陆渊 买婚房竟然想不加你的名字 微微 立刻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 如果想和你结婚 婚房上必须有你的名字 陆渊之前一直没钱 现在突然能买的起房 肯定是中彩票了 说不定还是五百万的大奖 不行 你告诉陆渊 以后你弟弟的婚房他也得承担 陆渊刚办完房产证出来 便听到手机铃声响起 拿起一看 是刘薇薇 他随手便挂断 然而不到几秒 刘薇薇便又打来 陆渊眉头皱起 再次挂断 可很快 电话第三次响起 陆渊忍着火气不耐烦的接通 陆渊 我告诉你 婚房房产证上必须要加我的名 否则这婚结不成 我说刘薇薇你有毛病吧 我不是说和你分手了吗 你爱和谁结婚和谁结婚 跟我屁关系没有 行了 我爱和谁结婚和谁结婚 跟他没关系 你不是说陆渊去锦绣大关买婚房了吗 怎么还这态度 我 我那只是猜的 猜的 等等 也就是说 陆渊是有了钱才想和你分的手 可 可能吧 什么可能 肯定是这样 我就知道 陆渊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你跟他相处一年 他给过你什么 不就是给咱家干了点活吗 现在自己中大奖有钱了 就想把你甩了 不可能 说完 他一把抢过刘薇薇的手机 我这就跟他打电话 想要分手 嫌 必须给咱们分手费 少了一百万我不干 然而 电话拨打过去 系统提醒对方正在通话 再拨打过去 还是正在通话几次三番之后 他们才突然明白过来 陆渊把刘薇薇给拉黑了 好你个陆渊 你竟然敢把薇薇拉黑 怪不得爹娘都被咳死 给他打微信 他 他把我微信也拉黑了 想到自己向往已久的县城生活 马上就要飞 刘薇薇急的眼泪都怕要流下来 哭哭哭 就知道哭 你要是有本事 怎么不知道陆渊中奖的事 被母亲训斥 刘薇薇根本不敢反驳 现在陆渊铁了心要和我分手 我要怎么办 你等着 我这就去找陆渊他二叔 我就不信他能连他二叔的电话也不接 说完 匆匆向外面赶去 这边 陆渊自然不知道徐素梅已经去找自己二叔 他办好房产证之后 没有回村 而是直接前往自己刚买的锦绣大关小区 因为小区都是精装的 不需要额外进行装修来到自己购买的顶楼 进入房间干净整洁 站在卧室的落地窗前 整个县城立刻被他内入眼底 远出波光淋淋的水库 前方郁郁葱葱葱的县城公园 脚下往来穿梭的车流 这锦绣大关不过是县城小区而已 景色就已经这么漂亮 真不知道京城以及全球的顶级公寓什么样 还好 我有神豪系统提供的无限金钱 早晚一定要将这世界的美景全都欣赏个遍 就在陆渊这个念头刚刚出现之时 耳边便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检测到宿主的雄心壮志 奖励随机抽奖卡一张 哎 这样也能获得奖励 陆渊先是一愣随即大喜 系统 以后我要吃遍全世界的美食 以后我要吃遍全世界的美女 我要喝遍全世界的美酒 接下来陆渊许下的愿望 再没有一个能触发系统奖励 什么吗 系统你这样显得很偏心知道吗 凭什么只有第一个许愿给奖励 这你让其他愿望怎么想 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后娘养的 陆渊嘟囂半天 见系统始终没有任何表示 只能无奈接受 重新将注意力放到这张随机抽奖卡上 系统 我要使用随机抽奖卡 梦魇服 二星 使用后 当被施法对象睡着 便会陷入梦魇之中 除非宿主主动停止 否则将一直持续 可使用次数三次 梦魇服 这可是个好东西 不过可惜 只能使用三次 这下我拥有洞察之眼和梦魇服两个技能了 看着梦魇服的介绍 陆渊对这次抽奖的结果很满意 就在这时 他便听手机铃声响起 拿起一看 是自己二叔打来 喂 二叔 陆渊啊 是这样的 我听说 你和薇薇闹分手呢 嗯 是 二叔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你素梅一过来了吗 他跟我说的 素梅一 陆渊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 二叔说的是刘薇薇的母亲徐素梅 原来被我拉黑之后 就去找二叔了 对于徐素梅这种狗屁高药式的行为 陆渊感到很不悦 二叔 徐素梅在你旁边吧 你让他接电话 我跟他说 陆渊 我是你素梅姨 打住 你这个姨我可高盘不起 有事说事 没事我就挂了 既然这样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陆渊 你不是想和薇薇分手吗 可以 我同意 但是 你耽误了我家薇薇一年时间 赔偿给薇薇一些青春损失费 是理所应该吧 我也不多要 一百万 什么 我赔偿的薇薇青春损失费 还一百万 你闺女这么值钱吗 徐素梅 你哪来的脸说这些话 陆渊 你怎么说话呢 你白白耽误了我家薇薇一年时间 难道不应该赔钱吗 耶 陆传和 你听听你侄子说的这叫什么话 你听听 陆渊 你别激动 有什么事慢慢说 万事逃不过一个理字 对于陆传和 陆渊还是相信的 自从前身父母双亡之后 他对待陆渊与亲儿子也没有任何区别 陆渊便忍下了怒气 好 既然你要算账 那在说刘薇薇之前 咱们就先算算你们家欠我多少钱 自从我和刘薇薇相亲之后 我几乎每个五天就给你家的机场卸一回饲料 每一次少则两吨多则三吨 如果你们自己找工人卸 最少得二百元 这一年下来 我给你们卸了差不多七十回 也就是一万四千元 还有 在刘成成考上大学的时候 我还给他包了个两万八的升学红包 除此之外 我平时给刘薇薇 衣服 化妆品 首饰 一共差不多也有一万 零零总总算下来 这一年我给刘薇薇花了差不多五万块钱 你不是要算账吗 好 先把这五万块钱还给我 听着陆渊的话 陆传和神色暗训 陆渊这是开窍了吗 怎么突然这么能说会道 要知道之前陆渊给他的印象 一直是一个性格偏软的人 他还担心以后陆渊娶了刘薇薇会受气 没想到这次竟然这么刚 此时徐素梅被陆渊这一顿狂轰乱炸 他都怀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换了人 不过很快他便回过神 意识到陆渊竟然在跟自己要钱 顿时急了 陆渊 有你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你和薇薇搞对象 给我们家干点活怎么了 不应该吗 给成成生学红包又怎么了 你可是他未来姐夫 这不也是情理之中吗 还有给薇薇的那些花销 你们可是男女朋友 男的给女的花钱 哪里不对 我给你们家干活理所应当 给刘成成红包理所应当 给刘薇薇花钱还是理所应当 现在给刘薇薇分手费 依旧是理所应当许素梅 你他妈哪来的脸说这些话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无耻之人 你以为你是谁 全世界的人都欠着你们吗 本来我和刘薇薇好聚好散 那五万块钱我也不在乎 就当是为了狗 但现在 我告诉你 这五万块钱 你要是不还回来 好果自负 说完 他直接挂断电话 反了 反了 听到没有 陆传和 你听到没有 陆渊说的这都是什么话 他非但不打算给薇薇分手费 还反过来给我要钱 你就是这么管教孩子的 好了好了 素梅姐 你也别太激动 陆传和心里痛快 但脸上还是做出一副劝慰的模样 陆渊毕竟年纪小 说话没轻没重的 我回头指定教训他 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不过话说回来 素梅姐 不是我偏帮陆渊 就是你这分手费要的实在没道理啊 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 男女分手还要分手费 那天底下的男人谁还敢去谈恋爱 多谈几个就不得破产了 好了 陆传和 我看出来了 你原来和陆渊是一头的 来找你我也是瞎了眼 既然你不管陆渊 我找能管他的人去 得什么玩意 看着徐素梅离开的身影 陆传和冷笑一声随后拨通了陆渊的电话 喂 二叔 徐素梅走了吗 嗯 走了 陆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和刘薇薇怎么就分手了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突然觉得 刘薇薇其实也没那么好 再加上我在外面跟对了人 手里也有了点钱 这不就和他分手吗 谁知道他竟然还好意思要什么分手费 关于神豪系统的事他自然是不会说的 只说自己在外面跟对了老板 赚了些钱 陆传和到底不是他亲生父母 见陆渊不愿多说 便时区的没有追问 只是嘱咐道 我看徐素梅不会善罢甘休 正好你在县城买了房 暂时就先别回来了 等他闹够了 你再回来 没事 二叔 我不怕他 想着系统空间中的梦魇服 陆渊微微一笑 对了 二叔 等会儿你把银行卡号发给我 我给你转十万块钱 跟二叔还这么见外干什么 你自己留着花就行 二叔 你别多想 其实不光是你 我就他们 还有我姨 我都得给 毕竟你们这些年为了我没少费心 我现在有钱了 自然要报答你们 二叔 这可是我对你们的一片孝心 你可不能拒绝 要不然我会被人戳几两股的 既然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他自然也要背负起这个世界陆渊的责任 见陆渊如此说 陆传和不禁老怀大魏 好好好 你给钱叔就不说了 不过 十万太多了 我不能要这么多 叔 你别拒绝 这十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还真不叫个事 而且 以后我怕是基本上不会回村了 我的老房还有耕地 都得托你多照看 这钱您必须得拿着 这 好吧 那我就收下 陆渊 你现在有出息了 哎 只可惜你爸妈走得早 要不然不知道有多高兴 与此同时 徐素梅正在七里铺村四处奔走 他要把陆渊陈世美的事迹给宣扬出去 让全村人都知道 陆渊就是一个白眼狼 一个有了钱之后便想甩掉前女友的渣男 在农村 小道消息传播速度本就极快 更何况有着徐素梅的推波助澜 让徐素梅怎么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惊恶发现 虽然村民都知道了陆渊要和刘薇薇分手的事 但是 却没什么人像他所想的那样去指责陆渊 反而许多人都说他做的不对 不敢跟陆渊要什么分手费 凭什么 凭什么人们都在说我 我跟陆渊要分手费不是理所应当吗 他难道耽误微微一年青春是假的吗 妈 要不 要不这就算了吧 算了 不可能 他陆渊发了大财就想把你甩掉 美门 陆渊不是在县城买了房吗 那我就去锦绣大关小区赌他 总之 这份手费我要定了 我就不信 他躲得了初一还能躲得过十五 妈 今年也已经晚了 你就算要去 也明天再去吧 哼 那就便宜陆渊一晚上 陆渊心念一动 系统 我要查看徐素梅的属性信息 姓名 徐素梅 年龄 五十 体质 四十三 力量 四十九 精神 五十八 智力 四十二 态度 仇恨 指数四 评价 对宿主极为仇恨 准备对宿主有所行动 请保持警惕 看着徐素梅对自己达到指数四的仇恨态度 再想到村子里流传的关于自己白眼狼的信息 陆渊眼中寒芒闪烁 徐素梅 既然你自己找不自在 就别怪我心狠了 系统 我要使用孟严柱 请宿主确定施法对象 施法对象 徐